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阿智给我那个框 来 谢谢阿智 我们每天更新这个框 距离2024大选要103天 那今天有媒体报导说 这个郭台铭连署的状况 我觉得去猜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他连署又不是到今天截止 他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可以去冲刺 我觉得我们不要去猜郭台铭现在这个连署的状况 反正他最后他连署告一段落 他也会告诉大家 他到底连署的几份 然后他到底要不要送中选会 那这个由郭伴啊 由郭台铭那边来决定 所以到底是细咖都还是杀咖都 会不会有蓝白盒 在目前今天倒数103天 还没有答案 所以大家也不用去猜 猜对美奖品 但是呢 我们的call in 还是要继续的开放 0223639955 控制2363 这个柯文哲 赖清德 郭董 郭台铭 还有这个侯又宜 目前台铭上的四位 总统候选人 你支持谁 欢迎你现在打电话 进来我们的call in 专线 0223639955 控制2363 之前打过朋友就别打了 我们剩下103天 这个让其他还没有打进来的朋友 能够来表达你对2024大选的这个看法 你支持哪一位 那我们尽量是采取这个 正面表列的方式 来讲讲你支持的候选人 你觉得他的优点是什么 好让你来替他广告 这个加油打气一下 因为当然这个大选 他的这个 刚提到说 这个中选会的登记 是在11月20号到11月24号 但他不可能拖到 最后那一个礼拜再决定 那是不可能的 当然因为他还有包括立委的 包括这个月 现在已经10月了 会有不分区的这个作业 包括三个主要的政党 国民党民进党跟民众党 他们的不分区的作业 也会在这个月 10月份进行 所以你可以接下来看到这个 这个群魔乱舞的状况 我想是可以预见的 也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 你现在看台面上 媒体上活跃的这些 很多人他要争取的是 不分区立委的提名 你看他最近这几个月 怎么这么的积极 这么的这个 这个开直播啦 写脸书啦 然后非常努力的 在push一些事情什么的 其实他是有他的目的的 那这个月也就是10月呢 各党不分区的这个提名呢 也会这个相关的作业 也会开始涨 到时候你就会看到了 不急啦 我的研判大概也是这个 在双十国庆之后 然后各党的这个不分区的这个 提名作业才会开始 来来来我们来接 可以口音02363995的菲律晚餐你好 是先生你好 来你好 您住哪贵姓大哥 我姓杨 杨先生您住哪里 霍伟你好我住台北市大安区 那个台北杨先生来请讲来 我觉得很失望啦 不知道应该会输掉 所以很难过 杨先生我听的不是很清楚 不好意思 我觉得会输掉啦 心里很难过 不是杨先生你没有主持啊 什么都会输掉你在讲什么呢 因为他们人选一直没有要换嘛 不是啦 什么东西会输掉你要有主持啊 好我可以收拾 就是这次的总统大选 不是不是 哈哈哈哈 什么东西会输掉啦 你在讲什么 哈哈哈哈 你不要来耍宝好不好 我没有耍宝 但那什么什么东西会输掉呢 啊那个好友又会输掉 对我就你你你你的讲话的都是 哎会输掉很难过 什么东西会输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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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头后一会输掉很难过 又是吗难过的呢 啊就不想给他们继续持证了 嘿 所以就没辙 不是那个杨先生我的题目是你要支持谁呢 我要支持谁啊嗯 我只能说我支持国民党啊 他派出了人选我觉得会输就这样 你要支持国民党啊 国民党派出了人选会输 所以你很难过这样子 这一次这次出来的人选对 所以你要去投票吗 我会 等你都觉得他会输了你还不去投票 哈哈哈哈 我就不喜欢他呀 哎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不喜欢他呀 好谢谢你组织语言的能力有有点问题啦 就会输那你要我们不是不是谁的 这个嘿那你用这种嘻嘻哈的态度来扣印我也很困扰 就是你支持谁 那你觉得他会输啊谁会输 问你老半天来讲说你是支持国民党 那你就是后一会输 但是你又不去投票 你不去投票 他会输更多 好那你支持国民党 我是不太想跟杨先生你聊 这国民党有什么好支持的呢 现在朱立伦领导的这个国民党有什么好支持的 我是不太懂 不你支持国民党那是你的自由 好吧我没有要judge你 02363995来 菲利晚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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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高雄陈先生 你哪位 我高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你好嘿 我觉得投谁都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不能投柯文哲 我们还是这样子啦 因为你们每个都要出怪招我比较麻烦 你要投你要不要去投票你要投谁这样好不好 好那菲利晚餐哥让我讲话 你要投票吗 支持 赖清德啊但是不支持柯文哲原因是因为 不是你要你要去投票吗 要我要去投票 然后你要投赖清德 我们就用正面表列可以吗 你可以你可以讲赖清德多好 你不要骂柯文哲啦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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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标准啦 这样比较好啦 好不好 因为如果柯文哲多 如果柯文哲当权你就要 没有没有那个那个 你要讲这个我要切电话的 赖清德有多好 我让你有时间讲 这样子嘿 我觉得就是 政权的延续啊 我觉得 民进党还是做的还不错 这样子 政权的延续 你说蔡总统嘿 对对对就是延续 他的 这个 维持现状这样子 嘿嘿 对啊对 蔡总统的政权维持现状 然后继续延续这样 嘿 因为侯友宜也没有办法提出 我叫你正面表列 你一定要骂柯文哲或侯友宜就对 你正面表列很困难吗 没有啦 好就是就是维持政权的延续 然后维持蔡总统的 那个呈现你的主持不对 政权延续是民进党的问题 我说他们做的好是维持现状 你觉得做的很好就对了 目前觉得还不错 嘿嘿 除了维持现状之外呢 他们的政绩什么的 就是你要支持赖清德你要去投票这样 对对对 嘿嘿 你不不不再宣传两句这样 不用不用不用 你比你比较想骂柯文哲跟 侯友宜就对了 因为赖清德看起来就躺着旋 没怎么好 不用再拉了 一定贏了就对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用再多帮他宣传 好啦好啦好啦 好谢谢陈鑫 陈鑫 陈鑫我想说 因为如果大家都要骂的我就变成是骂 就不好了啦 比如说下一通打来要骂郭台铭我让他骂 所以我不要让你骂柯文哲或侯友宜 你可以推销赖清德的有多好这样子 这样子我比较好做人嘛对不对 你好你好 喂 嘿你好你住哪个贵心你好 我住台中我姓陈 陈先生那请讲来 那个会支持侯友宜 好来请说来 因为我觉得这他在新北 因为我老家在新北 我觉得他在新北这几年是有改善蛮多的 有一些新的建设这样子 虽然说还是有要加强的地方 那我觉得他已经有在就是把新北做的还不错 嗯嗯嗯 哪里做的不错讲一下 像那个新店啊 因为我老家在新店 就有弄一些河滨公园啊 然后也有那个新轨啊 然后一些环状线的捷运 有一些在就是在新建这样子 嘿 河滨公园你是说哪一块 新店 靠近那个小壁盘站那边 小靠近那不是本来就有了吗 没有他最近有把它弄弄新的 就把原本的把它扩大这样 嘿 不是我是说你说小壁盘那边那个本来不是 小壁盘靠那个就是捷运总站这一块 小壁盘那边是原本就有了 然后他后来他现在是把 不要靠近吊桥这一部分 就是有再弄一块 靠壁盘那一块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 好好好 好所以这个你要帮河滨加油就对了 对啊就是希望他可以逆转胜这样 就跟那个奥运一样逆转胜 奥奥运啊 对啊 哪来的奥运啊现在哪来的奥运 不是亚运啊不知道亚运 夭壽陈先生奥运都来了 再见再见拜拜拜拜 逆转胜你讲的是那个 那个篮球那个三人篮球那个吗 02363995来飞短餐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您住哪个贵心你好 你好我高雄黄先生 黄先生来请讲来 我要支持柯文哲 好来请出来 那我希望柯文哲可以为消防员发声 还有护理师发声 嗯对对对 消防员跟护理师 抗议啊然后在那个门口啊 对啊要进去 要进去开个会也不让进去开 对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 我以前是支持民进党的 那我觉得民进党这有点过分 对对对对 所以希望柯文哲可以为消防员 还有副理师发声 那那黄先生这个时间关系给你请教 如果侯柯配你可以吗 侯柯配 呃我还是我还是偏向柯侯配 如果说真的 那你也有回答我的问题吗 我问你侯柯配你给我打柯侯配 侯柯配不行 我我我看起来就有很好糊弄的样子吗 不好意思 侯柯配你行就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啊 侯柯配你行不行啊 不行 你一定要柯侯配就对了 可是柯侯配国民党不行啊 对啊 所以如果柯侯配不行我就投柯文的 不是 因为说柯 蓝白不能合就各自选各自的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可是黄先生各自选各自的 应该是赖清德当选吧 那就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 就是如果蓝白合不了 然后大家选大 各自选各自的 就是我们就祝福蓝清德当选就对了 是啊 这个就没办法 这是人命的选择啊 对啊对啊 好 谢谢黄先生 谢谢你 好感谢感谢 春暮十六天我们来进广告 所以侯柯跟柯侯这个排列组合 最近会变成关键 这是我们先进广告的 非得晚餐 我是陈慧文 那在中秋节廉假之前 我们看到蔡总统 这民进党政府做的一个大内宣 就是我们上边也给大家看了那个 潜见国造的这个所谓的下水典礼 那最近我们可以察觉到这个民进党的中央厨房啊 可以说春春欲动啊这个 当然距离大选越近他们会去操作这种芒果干的话题 那是可以想见的 那现在矛头有点在指向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啊 马文君啊 这个是国民党南投的立委 那现在被围剿 那这个故事我觉得我要花点时间 呃 来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 呃 就就我们 国家的这个国军在这个建军被在 这长期以来就是受到这么多的 這個干擾跟打壓 然後 內鬥 甚至發生命案 這個尹清風的命案 大家都知道尹清風的命案 到現在 從1992年到現在也 破不了案 這個實在是 非常的離譜 但沒辦法 整個國家就爛掉 爛掉才會變成到今天這個地步 不管是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執政 他是一個樣 那現在民進黨的中央廚房 他去打這個 這個毛孕 當然不是針對毛孕 一個人 他是用他做破口 切入點 然後大家都會被騙 就很容易被騙 那很容易被操作 那我首先跟大家講說 這些東西都是舊的 都不是上個禮拜發生的 那既然不是上個禮拜發生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整個故事 為什麼會這樣子傳開就是說 在 9月28號 就是上個禮拜 這個蔡總統的大內宣之前 那你也知道 這個有親綠的媒體啊 包括自由時報呢 他們就在9月28號之前 總統府就先安排了一個 這個事先的這個 這個專訪 那這專訪他是限定的 他不是每個媒體都可以去 就是你跟我比較好了 好像自由時報是這個 非常這個傳統的 民進黨的這個傳聲筒 那當然這種 這種採訪的機會 專訪的機會 自由時報就有去了 那中國時報跟聯合報 你們門兒都沒有 別說別說專訪 連連採訪的機會都沒有 你被拒於門外嘛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比較 不知名的這個網路媒體 就當然整個 整個他完全都寫錯了 寫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目前的這個 這個潛艦 就所謂的這個潛艦國造呢 他把數量寫錯了 這個就好笑了 那本來自由時報 他們的寫法是說呢 在2025年啊 我們會有三艘新的潛艦 那2025年如果三艘新的潛艦 加我們現在有兩艘 舊的這個建隆級的潛艦 那就三加二 那就五艘了 哇那怪怪 那就不得了了 那可是呢 自由時報這麼一寫 這個大家就開始想說 我們現在已經2023年啊 我們有沒有辦法在2025年 量產到三艘這個 這個潛艦出來 有沒有可能 你看也知道不可能啊 那自由時報一寫 大家就開始問國防部說 你怎麼安排這個 這個親綠媒體的專訪 然後說什麼三加二 哪來哪有可能 2025年之前 伸出三艘潛艦艇出來 不可能嘛 就國防部趕快說 弄錯的啦 2025年是有一艘啊 就是你應該聽看到的那一艘 加上本來舊的兩艘是一加二啦 不是三加二啦 三加二變成一加二 這種烏龍齁 我也覺得就算了齁 那可是呢在這個 整個親綠媒體的這個會前會的這個帶風向的專訪裡面呢 這個黃曙光就爆料 其實現在國家安全會議的諮詢 黃曙光啊 他當過超夢總長 他當過海軍司令啊 他是黃珊珊的哥哥齁 那他爆料什麼呢 這個其實影射的殺傷力是最強的爆料兩件事情一個是軍火傷 一個是立委 其實我是覺得軍火傷比較嚴重啊 可是大家對立委比較有興趣齁 你就知道台灣的媒體實在是沒救了齁 那黃曙光爆料拿兩件事情就是說 第一個有落選的軍火傷 很生氣 因為我要參加這個競標齁 這個競標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他去參加這個投標不是不是寫個標單丟進去就好了 你這種重大的軍購或是重大公共工程的標案齁 你的前期作業你可能要花 呃 幾百萬幾千萬去準備 因為你要你要標這個標案不是不是拿筆出來寫寫就可以了 你要做很多的這個功課 要做很多的這個相關的這些齁 這個各種協力廠商的那沒有那麼簡單啦 簡單講就是說你要花 很多這個成本在上面齁 所以呢黃曙光的爆料說有軍火傷他沒有得標啊 他就很生氣啊因為我落選了嘛我可能 這個到口頭肥肉飛了 然後我前期作業丟了錢 肉包子打狗有去誤會嘛 他說有軍火商把這個投標的資料啊 拿給老共的大使館 哇那這個這個就是叛國啦 因為你沒有得標你很生氣嘛 你很不開心說那為什麼別人得標我落選了 他把相關標案的潛艦的這個機密資料 拿給大陸的大使館 哪一國的大使館他沒講 哪一個軍火廠商給的也沒講 哪一個標案的資料他也沒講 他什麼都沒講他就說有什麼一回事啊 那大家聽到就 那這個軍火商就是真的是叉叉啦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你這個是標準的叛國啊 你怎麼可以把資料拿去給老共的大使館呢 那大家就很怒啊就猜這個到底是哪一個軍火商 那黃曙光還同時爆料什麼呢 他說啊這個有一個立委 為了迎頭小利啊一直在搞 有一個立委 為了這個當然都是有這個 這個commission的都有佣金的 你看一個100億的案子 如果以他們這個軍火商的這個這個行情說 10%10% 100億如果是100億我們講台幣 然後100億的10%是多少 哇那個就很肥的 那他說有個立委一直在搞 那就跟他前面講的軍火商那是哪一個立委啊 對不對是國民黨的立委還是民進黨的立委 這男的女的你總要講一下吧他都不講 那這個黃曙光就趴過去說你們自己去猜猜吧 就叫我們去猜 那這是當天啊這9月28號在這個 這個下水典禮啊 我們看這個黃曙光 因為他記者問他前面是記者提問 後面是黃曙光叫我們去猜 很短的就5秒鐘你聽聽看 好來 會見很關心你點的立委跟吵架 我不知道是誰 你們自己去猜猜吧 你們自己去猜猜吧 那你不知道是誰那你爆料個什麼叉叉呢 這個就是蔡總統倚重的這個 我們潛艦國造的最重要的推手 其實基本上蔡總統的建軍備戰 是走偏了 但是我看也沒什麼人敢談 就由我這個陸軍的少尉來談一下 我是預官啊 我是預備軍官 你怎麼會叫個國安會的諮詢委員去弄潛艦呢 各位聽說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你潛艦當時海軍最重要的項目嘛 那他已經離開這個海軍司令 他也不是參謀中長的 你怎麼還叫他弄呢 也就是說蔡總統對現在的國防部 現在的參謀本部 還有現在的海軍司令 他是不信任的 這樣各位同學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們的建軍備戰應該是一棒接一棒嘛 譬如說我現在是陸軍司令 現在要買坦克買什麼自走炮 好我處理 那我退役了我交棒了 那換下一個陸軍司令 或下一個參謀中長 你繼續做嘛 對不對 可是黃曙光不一樣 因為蔡總統 他就只信任他 蔡總統就只信任黃曙光 那你調到我們國家安全會議啊 當這個諮詢委員 好 那你繼續這個當這個潛艦國造的召集人 這怎麼會對呢 這當然不對啊 因為你這樣子國防部他本來 這個武器採購 他整個就亂掉了 那問你要聽到底要聽國防部長還是聽黃曙光的 你覺得呢 是國防部長比較大還是黃曙光比較大 還是你要跟我講說 賀文兄 除了潛艦之外的都聽國防部長的 但是潛艦要聽黃曙光的那為什麼 你整個國軍的體制就亂了 你這怎麼可以弄專案呢 就黃曙光你在海軍司令在稱謀總長任內 你對潛艦的這些潛制的這些處理 那你要交棒啊 譬如說你的接班人啊 你下一個總長下一個海軍司令是誰 你總要有你的學弟要上來接啊 怎麼可以讓你一個人繼續做那你 你這樣你要做到最後一天嗎 什麼 亂了啦 好因為 各天我們比較少去琢磨就是說 蔡英文他當總統八年了 七年多快八年了 他把國家亂成什麼樣子 我實在是很難想像 譬如說那個吳釗燮啊 現在是外交部長啊 蔡總統第一站提叭叭去當國安會秘書長 他國安會秘書長 就是我剛剛講的國家安全會議 國安會秘書長 當完之後他跑去當總統府秘書長 那這個我還勉強可以接受 國安會秘書長去當總統府秘書長 那就算了 然後從總統府秘書長現在跑去當外交部 什麼亂七八糟 那整個就亂掉了 為什麼 因為相較於總統府秘書長 國安會秘書長跟外交部長 裡面最小的官就是外交部長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總統府秘書長 國安會秘書長 外交部長 這三個裡面位階最低的是外交部長 他等於是倒著做你知道嗎 蔡總統也無所謂啊 我就喜歡吳釗燮啊 我先提叭他當國安會秘書長啊 當完之後再當總統府秘書長啊 再當完就當外交部長啊 整個你國家就亂了 哪有這種幹法啦 越當越低啊 那這個黃曙光 你用國安會諮詢委員的身份 你去督導潛艦 那國安部長幹嘛 國安部長在旁邊看嗎 海軍司令在旁邊看啊 這亂七八糟 那記者好不容易在當天 蔡總統也出席這典禮問他 你看他那個屌郎當的樣子 你再聽一次 前面是記者提問 後面是黃曙光的回答 來 外界很關心你點名的立委跟廠商 我不知道是誰 你們自己去拆拆吧 我們自己去拆拆 我沒來去射飛鏢 把立法院113個立委都做成那個 那個 牌子然後射飛鏢看射到誰就是誰 那你怎麼可以叫我們去拆呢 我剛特別跟他強調的時間點說 這個都不是上個禮拜發生的事情啊 那如果你已經知道譬如說 軍火商有人把 標案的資料丟給老共 拿去給大陸的大使館 那怪怪的不得了 那你為什麼不報案呢 你為什麼不報案 任何了解潛艦國造的人都知道說 黃曙光他抱怨多久了 他只要一出來就是抱怨啊 有人賣國啊 有人扯後腿 我聽到耳朵都長繭了 你們你們都聽不膩嗎 我不相信像聯合報的高陵雲洪澤正 或是像中國時報的呂昭龍 你們這些跑軍事的你們都沒聽過 你們一定聽了比我多一百次 黃曙光就是很喜歡抱怨的 他叫出來講說啊 哎呀我們這個採購怎麼樣 我們這個專案怎麼樣啊 他已經抱怨很多年了 很多年 OK 他不是抱怨一次兩次 他也不是上個禮拜 他抱怨很多 那我們我們現在把把這個重點拿回來 如果真的有軍火商探國 你把投標的機敏資料丟給老共的大使館 這一定要槍斃的啊 這怎麼不槍斃呢 你這個比漢奸還不如啊 你是走狗啊 你參加國軍的標案沒得標 那每個人沒得標 我都把案子丟 把資料丟給老共就好啦 譬如說我這個潛艦的這個 譬如說這個 魚壘或是什麼什麼武控設備 五家廠商只有一家會得標 另外四家我都把資料丟給老共 那還得了啊 所以 像黃曙光這種叉叉 這個就是很低級的啊 這個就當初初轉會要修理 好有一樣啊 這隱色的殺傷力最強啊 各位同學 民進黨在立法院完全執政啊 一個國民黨立委能夠做什麼 我跟你講我根本不認識馬文鈞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長期待在國安委員會 他幫哪個軍火商講話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認識啊 但是我告訴你 在民進黨完全執政之下 國民黨立委是沒有用的啊 唉 我覺得那個 整個都是 胡扯 瞎扯 我們都知道立法院總共113席立委 現在民進黨是過半的 國民黨的立委你要怎麼擋預算 你要怎麼擋 大家手前手抱在一起擋 你根本擋不了 為什麼 你表決不會贏啊 那國民黨也不可能用焦土策略 什麼佔領立法院啊 什麼佔領主席台啦 然後什麼什麼整個院會廳 國民黨也不玩這一套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蔡總統執政這七年多以來 立法院啊是一團和氣啊 偶爾丟丟麵粉 偶爾丟丟豬大腸 也就這樣子而已啊 這國民黨還能幹什麼呢 前幾天叫他們準備雞蛋 他們也不準備 我也不知道這個爛黨能幹什麼 那你說一個國民黨立委 他有辦法 黨預算 這怎麼會合理呢 這樣我剛前面跟大家說 洩密跟叛國 你為什麼不辦呢 現在很好笑說什麼 什麼機密會議 什麼國民黨立委不簽名 我跟你講講這種外行話很好玩 機密會議是什麼 就是 你立委要簽的名才能進去 然後手機不能帶 立委的助理也不能進去啊 只有立委一個人能進去啊 那我請問你 我不簽名 我怎麼能走進去呢 好 假設這個國民黨立委真的沒簽名 那他應該被拘於門外才對啊 而且就如同我剛 特別跟大家講的那個時間點 他根本不是上個禮拜發生的事情啊 那既然不是上個禮拜發生的事情 我請問黃曙光你們這些XX 你們為什麼早不講晚不講呢 你為什麼上個禮拜才講呢 有人叛國 有人賣國 有人把 機密的資料洩密 有人想要賺錢啊 他就直接影射人家要賺錢啊 你怎麼可以影射人家要賺錢呢 這麼沒有水準的事情只有柯文哲做得出來啊 柯文哲之前在台北市任務講什麼你記得嗎 很多人都忘了啊 很多人就在阿伯阿伯要支持阿伯 柯文哲之前在台北市任務講說 有人沒東西抽啊 這個是台語意思就是沒有東西無力可圖啦 柯文哲就罵人了 柯文哲也沒有任何證據 就說你們這些人 沒東西抽啊就在那邊鬧啊什麼的 你有什麼證據啊你有什麼證據說 這個來給我馬文君那張來來 我撥下馬文君這給你聽 這是馬文君委員今天在立法院開的記者會來 很短來 今天本人馬文君 如果 有曾經找過黃曙光 為了銀頭小利 不要說銀頭小利 如果有跟他要過任何利益 我切剝自殺 如果沒有請黃曙光切剝自殺 可不可以 那我們要跟大家做政令宣導 這個切剝自殺是這個企劃 我們千萬不要這個 要珍惜生命啊 這個馬文君敢這樣子嗆 那黃曙光你把證據拿出來啊 黃珊珊的哥哥啊 蔡總統的愛將啊 我們先進廣告來 北地晚餐我是 陳輝文 你現在看到畫面上是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的臉書 講到點霧啊 王定宇他在 而且很奇怪 他當了立委之後 他一直在 國防外交委員會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王定宇當市議員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 我實在是完全看不出來 王定宇他的學進力 跟國防外交有什麼關係 我是看不懂 這兩天有人在批評說 那馬文君的學進力 跟國防外交也沒關係啊 是啊 對 那我也我就用一樣的標準 那請問趙天玲 你的學進力 跟國防外交有什麼關係 我也完全看不出來 那你們為什麼 都要在國防委員會 我用一樣的標準 質疑你們這些藍綠的立委 你們都喜歡在國防 你們這麼喜歡軍火商啊 你們這麼關心國防預算啊 我才不相信啊 少來這一套 王定宇啊 他說馬文君去參加 中共控制的這個 電視台的節目 哇這馬文君說要告他 結果 吊車說畫面一看啊 原來是邵康戰情勢啊 我說你們這些民進黨 這真的是 見烈欣喜啊 王定宇知道在臉書道歉 這錯的也太離譜了 就我剛剛前面就跟你講說 民進黨的中央廚房要打他啦 因為這個很好操作 這芒果乾嘛 對不對 王國感啊 國民黨的立委賣台啦 國民黨的立委 黨軍購什麼的 唉 我跟你講啊 高嘉瑜瞎掰的那個 當年陳水扁中央時代 那個是因為嘲笑也大 他不是只有黨那個 那個潛艦的採購 我跟你講 當年陳水扁的時候 連中央政府總預算他都不讓他過 國民黨就在立法院跟他全面杯葛嘛 就是跟他拼了 好那當民進黨包括後來爭調或什麼 那整個是亂成一團 好所以我講個這個簡單的 因為我來給我李正浩那個 我們來強制換題目 我跟你講如果是 三黨不過半的話 我不管誰當選總統啊 那是因為 如果國會跟 國會的多數黨跟總統是不同黨的話 那國家一定會很亂 我只能這樣講啊 那我也沒有幫誰拉票 如果總統跟立法院多數黨是不同黨的 你就等著他亂四年吧 好誰當選都一樣 好所以我是比較不希望三黨不過半 因為三黨不過半呢 你就等著看柯文哲的嘴臉 這我們大概在談 我們先看這個李正浩 這李正浩呢 他就很開心啦 剛提到這個馬文君還有那個潛艦 他很開心 他說啊 恭喜高鴻安啦 逃過一劫啦 他就把這個 這個潛艦的案子 這個鬼扯了一頓 這個鄭浩兄啊 這以前是國民黨啦 國民黨的青年軍啦 真正的大祕寶在馬文君案上 高鴻安解脫了 解脫李正浩 很像是下禮拜還是 很像是下禮拜吧 因為快要那個 很像高鴻安快出庭了吧 是這幾天還是下個禮拜 我有點忘了 高鴻安的案子啊 他要開庭啦 這高鴻安解脫 我不知道人家解脫什麼 這莫名其妙 黃曙光不是高調的人 會公開指控不會是單純的私人恩怨 第三個更好玩 趙天林林俊憲都加入 背後已經有馬文君的這個證據 那我想請問李正浩 林俊憲就算了啦 林俊憲 我懶得罵他 如果馬文君真的在 立法院的國防委員 委員會 做的什麼 講的什麼 我想請問趙天林跟王定宇 那你們兩個怎麼都沒去開會呢 趙天林跟王定宇 你們長期都在 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啊 那你民進黨立委是多數 你怎麼任憑國民黨的立委在裡面亂搞呢 你覺得可能嗎 光這些我就可以把李正浩打的 我懶得罵他 最好笑他後面講什麼 四年前選舉有五眼聯盟的間諜案 四年後選舉有馬文君的泄密案 背後都有老大哥 李正浩 你實在是真的 你這幾年再沒什麼長進啊 四年前五眼聯盟的間諜案 就是當年澳洲的那個大烏龍 王立強的案子啊 王立強向心的案子 已經烏龍到不行了 我 我實在 我也很難 很懶得用粗話去罵你 四年前那案子是烏龍 你不知道嗎 李正浩 那是烏龍 向心 共諜不起訴 洗錢一審無罪 二審也無罪 眼看現在如果檢方上訴被撥回 可能向心復復就可以回香港啊 李正浩你是真的不知道嗎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我要開始罵人啊 辦這個案子的是誰 就是現在的檢察總長邢太招啊 我想請問邢太招 你有什麼資格當檢察總長呢 你你辦向心 向心有罪嗎 你辦侯漢廷 王秉中他們共諜他們有罪嗎 你辦馬英九三中 馬英九有罪嗎 目前看起來都無罪啊 你在幹嘛呢 你在幹嘛 那你現在說 我們高檢署要分案查 因為那個內亂外患 他的第一審管轄是台灣高檢署啊 內亂罪跟外患罪 不會由地檢署辦 因為地檢署 太low了 直接是二審管轄的 他現在已經下定叫這個 這個這個內亂外患 這個要去查這個馬文軍 你去查嘛 這如果有真的有證據 把馬文軍槍斃的 我也無所謂啊 我有什麼關係 我不認識他 如果沒有呢 那我們回來講這個五眼聯盟的案子 這你知道 你知道我當然知道你跟國民黨的恩怨 你後來去投靠郭台銘 現在郭台銘又不理你 那個我也無所謂 好你現在等於是綠的 本來賴清德是要提名他選立委的 你知道嗎 欸這樣是哪裡啊 永和是不是 新北市的永和啊 賴清德的民主大聯盟 本來是要徵召李正浩選永和的立委啊 結果大家一一片嘩然啊 很多人都不開心啊 就李正浩就退選了 可是鄭浩選 我可以很肯定告訴你 王立強那是個烏龍啊 我跟你講喔 台北定署要用視訊 跟澳洲做合作說 那你沒有辦法引渡王立強來 那我們視訊開個庭總可以吧 我問個筆錄總可以吧 澳洲這個垃圾國家他拒絕 不然你叫澳洲政府來告我好了 反正我也沒有錢去澳洲啊 澳洲就是個垃圾國家 他說我不要啊 那這個視訊視把握助我也不願意啊 澳洲的媒體 專程跑到 台灣來出外景 就為了王立強的案子 所以我引述郭正亮 因為亮哥學養居家 郭正亮說這是 背後是CIA在搞鬼啊 是美國CIA 去慫恿澳洲 炮製了一個王立強的烏龍案 在2019的大選裡面 去 詆毀韓國瑜 就這麼簡單啊 這郭正亮講的不是我講的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你要聽郭正亮講的 人家是專家啊 你到今天還跟我講什麼 五眼聯盟間諜案 李正浩 李正浩 你是欠人嚇是怎樣 那是假的啊 不然你叫王立強出來啊 把韓國瑜抓起來 ㄟ 韓國瑜收中共的錢 抓起來啊 給我韓國瑜那一張 來來 報紙那一張 來 我先講一下那一張 李正浩 你還幫忙的耶 我實在沒有時間罵你 來我先罵一下這個叉叉 報紙那一張那個 有沒有 韓國瑜那一張 對對對 這個是羅志強的老闆 就是像邱毅啦 蔡正元啦 傅崑奇啦 趙紹康 連趙先生我也受不了 叫韓國瑜去整合啊 他說叫韓國瑜去做湯口啊 現在陳長文啊 變本加低叫韓國瑜去做民調 韓國瑜可以 擔任第三方的公正民調 韓國瑜你會做民調 怎麼這麼大 韓國瑜你有開民調公司喔 韓國瑜你去做第三方的公正民調 你不要笑死人啦 就是有陳長文這種人 叫韓國瑜去做民調 韓國瑜去做第三方的公正民調 2019年4月8號 你可以去調當年的報紙 啊2019年的4月8號 陳長文在聯合報寫什麼 韓國瑜正高雄郭台銘選總統啊 當年他是支持郭台銘的 你當年不是看不起韓國瑜嗎 你不是叫韓國瑜留在那邊當高雄市長就好了嗎 現在叫韓國瑜去做民調 你你要不要叫韓國瑜變魔術好了 叫韓國瑜跳火圈 叫韓國瑜吞劍 你們不要再這麼莫名其妙 來來來給我磕屁那個那個換人片來 唉 我現在叫韓國瑜做民調 你還有沒有 就我我這樣講啦 你們還有誰希望韓國瑜在2024年大選扮演什麼角色的 你們一次把他講完可以嗎 要不要韓國瑜監票 要不要韓國瑜浮選 他幹嘛啦啦隊 統合整合統哭 做民調你要叫韓國瑜幹嘛 還有人叫韓國瑜當郭台銘的副總統的 還是當柯文哲副總統的 你還有任何的角色或是assignment 你直接一次講完好啦 你到底要韓國瑜幹嘛啦 你們這些人不要這麼晚 我跟你講好幾個人 你們是四年前像陳昌文這種的 你們是支持郭台銘的耶 你們四年四年前支持郭台銘 你現在跑來消費韓國瑜 你不是比較拜託耶 真的是 太狠了 來 這實在吼 來 柯文哲要去美國之前在桃園機場的談話 我們聽一下來 對國民黨跟民進黨來講 選舉是他們 分贓的前奏 密室政治啦 分贓政治啦 對國民黨跟民進黨來講 選舉是他們分贓的前奏 來再一次來 對國民黨跟民進黨來講 選舉是他們 分贓的前奏 密室政治啦 分贓政治啦 謝謝柯批的開示啊 原來國民黨跟民進黨他們選舉都是分贓的前奏 那你呢 就只有你不是分贓啊 別人都是分贓 好所以民進黨是垃圾 國民黨也是垃圾 因為他們就是分贓政治 密室政治啊 很好 講得很好 那請問柯文哲 你要跟垃圾比民調嗎 你不是說人家就是 他們在分贓 他們是密室政治 分贓 你要跟他比民調 贏的人選總統 輸的人退選 那你跟垃圾比民調 那你不是跟垃圾一樣嗎 不然你為什麼要去跟垃圾比民調 那你看不起國民黨就不要跟國民黨合作了啦 那你選到這麼辛苦就要做什麼啦 你看不起國民黨就算了 我也看不起國民黨啊 別人的小孩放肥就胖子在爛 你小孩放肥就在爛 柯文哲就是最好的寫照啊 你們都是分贓 你們都垃圾 只有他最高貴 他是白色的 他就不是分贓 那民眾黨有多少黑道啊 你自己去看四叉貓的臉書啊 你很抱歉 四叉貓你點名那些人我都不認識 太小咖啦 你在本省掛外省掛各地角頭叫名字 我沒聽過的那是什麼咖 柯文哲身邊就那些人啊 前科雷雷的那些人就對情對熬啊 但是那些人在道上也沒什麼 沒說該忘命啊 不好意思啦 有聽過就沒聽過沒聽過我怎麼 我沒聽過啊 你的民眾黨就沒有黑道 只有國民黨是垃圾啊 啊民進黨還是垃圾啊 只有民眾黨都不是垃圾 民眾黨就是好棒棒 是這個意思嗎 然後國民黨就是眼巴巴的啊 我們要累積 我們要堆疊這個善意 我們不能口出二言 金小刀出來講說我沒有下令哦 我下令不准罵柯 你下令啊 反正你下令跟我叉叉啊 我又不是國民黨黨員 我又不靠你吃飯 我希望藍白不要合 我希望柯文哲 堅守他的承諾 以民眾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參選到底 這是你講的啊 這不是我講的 你自己講說你要以 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參選 這是你講的啊 那既然你做出了這樣的政治宣誓 你幹嘛跟候宜比民調呢 那比什麼民調 民調比較高的選總統 民調比較低的就退選 那怎麼退選呢 國民黨有這麼多小雞 國民黨沒有總統候選 那些小雞怎麼選 民眾黨是小黨 民眾黨比較無所謂 民眾黨提名的區議立委沒幾個啊 民眾黨提名的部分區也不會太多啊 可是國民黨 國民黨是個大黨啊 我們再看藍白河的結果 好不好 柯文哲加油 絕對不能比民調好不好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就愛電你 U-F-O 唔 會不會很懺疏 頂 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